HELLO 编辑W220的车友们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做直播分享的是改装KT的避震器 原厂的气压已经坏掉了 所以今天的工作的就是要把他的原厂的气压编辑把改成弹簧式的 这个这台的话也改了不少东西啊 比如说前后的那个多货载的卡前刹车系统 还有铝圈 底线是19寸的2454019 他原来的气压的系统 这个是打气的Pump是不用拆下来啦 那车主的话车友要把它拆下来也要给别人 所以我们把它拆下来 比较长的是后面 这个是后面 这个是前面 那他本来的气压系统因为很多车友都是故障了然后这台的话倒还好像是我们前几天改装的安装的那个 不是的噴灯还有欧迪的A8 哇他的价格就比较贵 并是W20的话他的维修一直的话大概是两万块上下 以前的话比较贵了现在有有副厂的交换键可以维修 所以价钱上的话就比较比较平下一些 但是车友的话还是坏的右边又换左边的哈 所以啊后来就决定把它换成那个KT的那个弹簧式的避险器 这个是的话是后面 他的避险很长 那KT的避险器呢改弹簧式的避险器其实很多间的厂商都有做 那KT的特色在哪里 他的特色是他的后弹簧因为弹簧的长短呢会让好做与不好做呢有很大的关系 譬如说呢他的后面弹簧呢如果是用200长 那他的作动幅度呢就一定比较少 那KT的有把他的弹簧长度拉到220长 所以他的舒适度呢并是S系列毕竟他在意的并不是操控 最在意的还是在舒适度了哈 所以把弹簧的长度拉长他的舒适度呢自然就能够提升 他的整体长度很长 那呃他的上座部分的话呢 原来的上座如果坏掉的话也都没有关系哈 KT的话就有附上座 而且而且呢他的他的上转接座跟橡皮呢跟弹簧呢密合度很好啊就不会有橡皮破掉的状况啊这个都是专用的零件 这都专用的零件 那这一台呢我们要把他的原厂的气压把它废除啊有几个地方要注意的第一个在他的又保险杆里面呢有一个打气的放补机构啊会在这个地方所以需要把这个内规板把他拆掉了 把他的打气胖部把它拆下来然后前面的话呢呃我们配置的弹簧跟后面一样也都是有拉长行程哈前面的话呃我们配置的是200长14公斤的弹簧那他一般正常有的是配到180长甚至有的更短我们把他的弹簧长度呢拉到200m 然后弹簧数的话是14公斤哈所以他的乘坐感的话呢就有办法因为弹簧的长度形成拉长而变得比较好做他的下座他的下座的话也都是直接这个是一个鱼眼球头机构哈直接从这里锁一颗螺丝呢就能够做锁附了哈那220的前面呢其实算是多连杆的双A的选吊系统所以拆装的时候呢这个上A被好需要把它拆开 变连杆才好些好卸下来然后本来就已经有改的前面的六活塞刹车系统这个支币的铁套呢也是W220的算是一个耗材哈他里面的铁套橡皮呢久了就有可能会会均裂好就需要做更新跟太坏 还有宾室220的系列哈这个六角锁也是他环保材质所以也比较容易会损化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引擎室的部分前面的话呢 KT的系统哈都是高低软硬都能调整那他的后面调整阻力呢相当方便我们镜头拉远一点哈这个引擎室打开呢从引擎室里面呢就能看得到哈KT一样前面呢有附上座 刚刚纸箱里面的呢是后面的敌人器哈后面的话呢也有附上座那这个前面的上座啊他最中心轴心的上方就有一个旋钮这个旋钮呢我如果把他顺时针他有一格一格的手感顺时针他就变硬逆时针往S的方向soft他就是变软哈所以他有附上座而且呢他的软硬呢是能随着车主的车子的状况或者是自己喜好 调整软硬值高低的部分也能调整哈车高的部分呢是从这个地方来调整并不是靠压缩弹簧来改变车高所以这个局部呢都不动了哈如果我们把这个齿轮状的托盘把它旋开松开之后呢我把蓝色的这个脚管往下伸他的整体长度变长车高就变高把这个蓝色的脚管呢往上缩他的长度变长车高就变高把这个蓝色的脚管呢往上缩他的长度变长车高就变高 变长车高就变低了所以他的调整车高的区间范围呢很宽广那最高的话大概可以比原厂低一点点最低的话哈也可以到达轮胎上缘跟叶子板切齐的幅度也都没有问题所以他的车高调整呢是可以从这个地方来做调整啊刚刚引擎室里面的呢就是阻尼软硬的调整 阿KT的用料部分的话跟车友们哈因为没有在这里平台跟大家直播介绍过呢那他用料的部分呢里面最重要的主名有是用意大利IP的主名有意大利IP的主名有它是一整桶从意大利进口的并不是像一般的油品一样是授权来台湾在做混装的所以他的油的稳定度呢还有耐久度衰退性消耗性整体的表现都很不错那里面有一个 呃呃油风哈KT选用的油风呢就是日本NOK的油风哈也都是在油风界里面很知名的品牌品质的话也很值得信任 这台是W220后面的话我们来看看安装完毕了吗后面有一边还没有安装啊这一边左后的话有安装好了它的变气的整体长度很 很长哦这里是下方的锁点啊这个是整体遍电器的长度那最上方的话呢它的调整机构哦这样看得到吗 它的遍电器的最上方是在后座呢后座哦的后后上方哦所以调整阻尼的话呢就需要从后座的后上方来做调整 那这一台预计的车高差不多是大概两指幅到两指半左右哈所以等一下的车高呢降下来之后轮胎的上远离叶子板呢就会大概剩下两指半左右 这样改起来的费用哈就会比一般的啊 气压的系统能更耐用而且呢KT的变气的系统哈是能够维修的哈即便以后呢呃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阻尼油有烈化或者是油风寿命到了有损坏的状况呢都是可以拆修的 它可以拆开更换里面的阻尼油更换里面的油风都是可以维修的 这个是拆下来的W20的原厂的那个气压式的遍电器 这个是它的原厂在右前保险桿里面的打气碰补机构 正常来说这个机构是不用卸下来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后面的呃后座后方的阻尼条绳哈 它藏在藏在这个地方它有做一个维修孔哈 这个以正常来说一些日系车或者是呃BMW的E39 哇它要拆掉的东西蛮多的哈那这一台车呢不用哈 它后上方呢有做一个维修孔 这里有一个维修这里有一个室盖 这个室盖呢把它打开之后呢 从这个地方呢我们有看到三颗螺丝哈 这一颗两颗三颗三颗螺丝的正中间呢 就是可以调整阻尼的地方 所以也还蛮方便的不需要再拆椅子 也不需要再拆后上板 从这个地方呢就能够做阻尼的调整哈 这个是W220的后面的部分 好那现在应该只有剩下右后 好现在只有剩下右后还没有安装 其他都安装好了 那线上有很多的那个都是同行车的W220的车友呢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呢 可以到KT Racing的粉丝团 询问一下我们小编 像这样都是总成件 不用再拆原来的防尘套啦 馒头上座来使用 所以在安装的时候对师傅来说 也是比较简便的方式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车友常常会询问到的 那他改了传统式的那个弹簧式的避线器 仪表的部分要怎么处理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会会有显示异常的时候呢 在仪表的右边呢 这台我们改了好多台了 在仪表的最后最右边的话 车友应该这台车应该会比我更熟悉 这里有一个R键 这个R键呢一旦有显示 我们开红火的时候 他会显示一个弹簧的那个 我们改把它改成弹簧式的嘛 所以他会显示一个故障灯 那开红火之后呢 把这个按键按下去呢 他就能消除那个仪表上 秀出来异常的那个故障码了 所以不需要再插ECU里面去把它bypass掉 因为他也没有办法bypass 因为他全系列 W222全系列都全部都是 气压式的悬吊 所以他没有办法进ECU把它bypass掉 这台连煞车都改好了 李轩也改好了 顾得很漂亮 好 那今天的那个直播呢 就大概到这里了 如果一样是W20的车友呢 有 对产品有有有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跟我们的Catty Racing的小编联络 好 那这台呢 呃 变性坏掉的时候 气压变性坏掉的时候 其实还能还能开 那如果像ODI A8的话 他如果变性坏掉的时候呢 就会像这台一样 他整个是沉下来的 就比较没有办法使用 他这台是也是改的 KT的气压式的悬吊系统 他边是S系列原厂也不用改 他就已经是气压系统了嘛 好 OK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 如果车友有兴趣 要试程也好 对产品有英文也好 欢迎跟我们联络 谢谢大家 谢谢W20的车友 谢谢 拜拜